目前全球发现10种变异新冠病毒株分成关切变种毒株和待观察变种毒株 如要记住变异新冠病毒株的科学名字 比如B.1.617,B.1.1.7,B.1.351等 实在是令人头疼 于是世卫组织宣布用希腊字母如Alpha,Beta,Gamma等命名它们 最早于2020年9月在英国发现的新冠变种病毒 编号B.1.1.7被命名为Alpha 接着在南非发现的编号B.1.351变种病毒 命名为Beta 在巴西发现的P.1,P.2变种毒株 分别被命名为Gamma,Zeta 而在印度发现的两种新冠变种病毒 编号B.1.617.2,B.1.617.1 则分别被命名为Delta,Kappa 日前,印度还出现了比Delta更具威胁性的Delta Plus 病毒命名很重要 它将引起人们对特定宗教或民族的强烈反应 对伤、旅、贸易带来不合理的阻碍 还将带来不必要的改善 无论你是否记得变种毒株名称 不变原则就是照顾好自己 远离病毒